下面第九个问题 它是以下有关教育的提问 第一个 请问古时候的教育 与现代教育有何不同 有很大的不同 古时候的教育 是以能力道德为中心 为主要的过程 那么现代的教育 这大家能看到的 从幼稚园就开始学 学什么 学竞争 这个就是完全不一样 那么能力道德的教育 是学离让 你看在中国 故事里都加乎欲小的 孔庸 四岁让礼 现在是要争 要竞争 要出人头地 要在人头顶上 过过人都在竞争 竞争 提升 就是斗争 斗争提升 就是战争 现在的战争 是核武 是生化 就是地球的毁灭 这个太明显了 现在的教育 是以个人立业 为本位的 没有一个不真理的 是以利己 为本位的 一夜开口 与我有没有好处 与我家庭 有没有好处 与我公司 有没有好处 与我国家 有没有好处 不管别人 那怎么会不冲突呢 因为我有什么好处 家里去冲突 你家里还有别人呢 你不顾他们呢 因为我家有好处 你跟邻居就发生冲突 因为我国家有好处 跟别的国家发生冲突 世界没有和平 中国古生先行教育 不是这种 不叫你这种 这个想法了 叫你起先动念 想别人 决定不要想自己 我在家里 我起先动念 想一家人 各个人都想到 家伙 那么就住在那边 我会想到 我的邻里相当 那就是社会和谐 我的社区和谐 我想到自己国家 也想到别人国家 天下太平 这是古今教育的理念 不同 那么现代教育会导致什么问题 刚才讲了 导致的就是竞争 斗争战争 这个战争 是人祸 所以天灾 人祸 天灾 不是天然灾害 是人的心形不善 所干的 这个江本身 波斯那个实验 你就能明了 如果人心善 真的是风调雨伸 固态敏感 从前 传统的概念 在中国推行了五千年 建国军民教学为先 换一句话说 这个国家 是把教育放在 这个施政里头 第一个重要的 也就是说 所有一切都要为教育服务 现在不是啊 现在教育放在幕后啊 一切是为了 一切为经济服务 把力 放在地 力 是人之必真 人人都真理 麻烦来了 年前五百年前 孟子说过 上下教真理 其国为业 你这一家 父子真理 儿子杀父亲 父亲杀儿子 兄弟真理 这个看的太多了 你看真多遗产 兄弟 翻而模 变成仇人一样啊 那个兄弟的 永远到哪里去了啊 这家怎么会不败呢 在一个居住 在一个地方 淋漓相当 通通都真理 这个社会 动乱 每一个国家都为自己的利益来争取 战争是决定不能避免 这个问题 非常非常严重啊 所以天在人后 从哪里来的 从教育来 违背伦离道的因果 就是外国宗教里的讲的 世界末日 将军的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竟然可以 并且有创业